今天和大家很简单解释一下Body Talk System 身心传送系统里面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一个技巧 Cortesis 大脑皮质平衡技巧 这个技巧也会在简易身心传送里面教你们五个其中一个技巧 首先和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的大脑 其实很简单解释一下 大脑其实是两个半球体 右边的脑是处理视角影像和空间的讯息 左边的脑是跟我们言语有关 而我们左右两边的脑中间是靠Corpus Collosum 去帮他们传递讯息和控制对质的动作 即是左边的脑控制右边的身体 右边的脑控制左边的机能 而我们大脑的最外层也是我们眼看到的部分 就是太脑皮质 大脑皮质的呈现咒接的样子 其实很有功效 它其实增加我们脑部的表面积 我们的言语、思考、想像、记忆 全部都是源自于大脑的皮质里面 这一层大脑皮质里面有很大量的神经元 而由于神经元的颜色是灰中色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层的大脑皮质 都可以称为大脑灰质 而大脑灰质的下面这层是我们的白质 而白质就是连结神经元的纤维 其实我们左右两边的球体 都可以分为四个区域 分别是颜叶 和位顶 oftal lope 顶 parietal lope 我們的枕细utches 和我们旁边的叠叶 我们可以做大脑皮质平衡技巧的目的 就是用来改善和平衡大脑两边 左右两边的移动 可以较大脑的交流 为拥有交流和振允 像我们的电脑一样 我们按住重设的按钮 可以提供大腦的工作效率 从而改善整体健康 具体的即时影响 包括增加思维能力、记忆力、专注力、减轻压力 感到生活的幸福感和改善正常生理的运作 至于大腦的脾气质 就可以达到平衡心心系统的效果 其实我们大腦脾气质平衡技巧的理论 就是在于每个疾病在某程度上 都会反映我们大腦的内容 其中一个研究就是医护人员 利用了很多不同患者的红外线照片的研究发现 身体上的所有疾病 其实在大腦的皮质上 都会出现大腦短缺的冷点 或是细胞活动的冷点的现象 而是很明显的相互对应的 就因为这套理论因而推论出 所有身体上的问题症状 都会反映在大腦内 有一些不完整或缺陷的活动 形成这个冷点的 简易身心传送的学员 或者是一个专业身心传送治疗师 CPP发现 一旦将这些冷点恢复了连结和通讯之后 很多身体上和心理上的症状 都会有明显的改善 平衡大脑皮质对舒缓压力 都很有显著的技巧 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少不便 可能会不舒服或者遇上意外感 就会令到我们的压力随之以来 平衡大脑皮质可以全面性安抚 平静我们的身心系统 增加我们的主观幸福感 令到我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幸福和满足 我们还可以利用大脑皮质平衡技巧 来帮我们做压力管理 尤其是可以帮助生活压力里面 有压力的小朋友或者大人 又或者是长期有些压力 而有相关疾病的人都有特别的帮助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灵丹妙药 它只有一个短期的疗效 如果是长期因为压力而造成长期的问题 我们就会建议接受完整的身心传送治疗 才会有持续的成效 因为这些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要透过平衡大脑里面的边缘系统 才能够达到的效果 好了 讲完我们的理论和目的 就讲一下这个技巧的重点 其实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手的位置 怎样可以用手的位置连结 第二个就是怎样可以拍摄我们的头部 胸部和腹部和心呼吸 先讲一下心呼吸 心呼吸可以利用心呼吸增加我们吸入氧气 进入我们的身体里面 帮助细胞进行这个生物化学反应 可以控制我们的心跳 令到我们的头脑清晰 和平复我们的心情 其实当我们每一次深呼吸 或者每一次呼吸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也会帮我们身体 进行一致循环的掃描 吸气的时候 大脑就会掃描全身一些高频率的位置 另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思维 就是我们的思维 情绪 而我们呼吸的时候 我们就会掃描一些低频率的区域 例如肌肉、骨骼、纤维 所以进行大脑皮质平衡技巧 或者任何我们的身心传送系统的技巧 我们每一次连结好的位置 我们都会叫你们要最少有两个深呼吸进行 第二,重点就是我们要用轻拍的动作 轻拍的过程可以令到身体内部协调更加畅顺 储存已产生的疗效 记住轻拍的时候,手要打开 手掌将它最大入部 轻拍我们的头部 头顶中间的位置,并不是側在一边 是中间这个位置 轻拍胸口位置和腹部 为什么我们的头部 其实就像我们开了电脑给它指令 轻拍大部时,帮我们大脑找出需要连结的地方 同时需要要求它进行修复 然后我们拍胸骨这个位置 我们这个胸口这个位置 我们的心脏的位置 包括我们的心脏和血液循环 心的肺腑功能 将能量和信息输送到身体每一个细胞里面 透过轻拍的动作 可以像电脑那样重建记忆和传档 接着我们要拍腹部 腹部第一是肚子对上这个位置 其实我们的腹部全是我们的消化系统 这个腹部里面其实我们是数百万个神经元 因此我们都会叫它人体的第二个大脑 腹部的功能不止是消化我们吃了的东西 还可以是它是一个独立运作系统 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很有关系 亦都跟我们的情绪和腹部有关系 我们的轻拍腹部的时候 就好像叫醒我们的第二个大脑去分析 和消化我们刚刚连结好要修复身体的地方 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大脑 我们要联结什么位置 就是利用我们的手的位置 我们的大脑皮质平衡技巧 就是要连结我们所有四个区域 我们做的时候就记住手指要合起来 然后就将它的位置 首先由我们的后脑开始 将我们头部和颈这个位置 后脑这个位置 第一个手的位置 记住是站在我们的大脑中间 合起来的手指 第二个位置就将我们的手指弓 移到手指尾刚刚的位置 第二个位置 好 然后再移到第三个位置 移到前面 第四个位置 一直到我们的手 覆盖了所有我们的区域 去到眼眉上 如果你手指比较大 或者帮小朋友做 可能你需要四个手指就行 但平时我们大约要五个位置 记住是覆盖了我们由枕叶 顶叶和压叶这个位置 别忘记我们还有列叶 就是左右两边这个位置 我们就要用两只双手手指向前 这样 好 记住做的时候 在这个技巧做的时候 当我们在这里连结 在这里轻拍的时候 就要专注 想着我们将大脑两边左右连结 恢复通讯和循环系统 和清除任何的冷点 我做一次示范给大家看 首先我会示范帮自己做 自己做 首先第一个手指 手的位置在后脑后面 记住手指要合好 第二只手 手指打开了 在头顶这个位置 手指向前 深呼吸 轻轻拍 然后轻拍我们的胸骨 轻拍我们的胸骨 轻拍我们的胸骨 轻拍我们的腹部 好拍完之后 手指推 手指向前 刚刚的位置 拍头顶 深呼吸 胸骨 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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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位置 一直向上 一直向上 你会发现 你的手指要拍在手 另外这个手连结束 记住 抹大手 我们向左右两边 包括手指向前 深呼吸 深呼吸 胸骨 股部 继续做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额页 接着我们的额页 胸骨 腹部 去到我们的眼尾 轻拍头顶 深呼吸 胸骨 腹部 好了 接着我们就连结 我们的左右两边的额页 好 那我们怎么办 两只手一齐连结了 我们连结了之后 就立开一只手 手指抹大 拍头部 胸骨 还有肚臍 肚部 摆上一只手 换手 深呼吸 轻拍头部 胸骨 腹部 一直想着 自己左右两边的额页 连结起来 恢复他们的通讯 深呼吸 再拍摄一次 如果我们帮人拍摄又怎样呢 我请一位示范 可你先向我面前 好 首先 我们把一只手放在后脑后面 轻拍头 可以呼吸 然后就在胸口 然后是腹部 然后就像是帮自己做的 把自己的手放上去 呼吸 胸口 还有肚部 万一 你要帮其他人拍 而是女士 你觉得好像不太好意 拍摄她的胸口 这样吗 不要紧要 你的头对应为一样 拍头 深呼吸 如果她有些问题 深呼吸不到 她会很厉害 帮她深呼吸 记住 手指都要抹大 拍左右 接着就拍她 对应在背脊这个位置 还有肚子这个位置 然后就再吞 好了 接着就叫她 把两只手放在这个位置 就帮她拍 然后把她拍摄 头顶 胸骨 还有腹部 或者背脊的腹部 如果她是不听你说的 不要紧 你帮她做绿叶的这个位置 头顶 胸骨 腹部 然后转手 然后摸大手指 到你头顶中间位 呼吸 胸骨 然后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 这样 那张长就示范了 如何可以帮自己做 或者帮人做 如果大家想更加 知道更多关于 这个技巧 或者其他的技巧 就可以上我们的课 但记住 我们大脑皮疾 平衡技巧 你其实每天做 可以帮助 变成她一个生活保健 就班 是很有效的 那想知道更多的 就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或者我们的Facebook 去连结一下 那我们可以 上课的时候 会更加深入了解 所有技巧的 好 多谢了 拜拜